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8英寸 6.1英寸和6.5英寸三个版本 其中 6.1英寸版会搭载LCD材质的显示屏 并后置iPhone8同款单设 此外拥有更多配色可选 被制作是连加版新iPhone 6.5英寸和5.8英寸版家搭载A12芯片 且在某些地区会提供双SIM夹版本 图片原自网络彭博士还透露 出了三款新iPhone 此次发布会极有可能会带来两款搭载Face ID和全面屏的新iPad 至于网络上曝光的一张 2018年苹果秋季发布会新品图不谋而合 图片显示苹果将在发布会上推出多达12款的新品 除了新iPhone和iPad还有Apple Watch Series 4.AirPods AirPower NewMacBook Mac Mini 当然 以上信息在发布会之前还很难界定真假